帮我新增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这一笔资料要怎么样新增到资料库 接下来就要建立资料库 我想前面我们做了蛮多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比较快的讲过 那建立的方式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先找到我们的那个office 在这里 里面有assess 那一样的方式就是说 如果你要放在 放的位置请各位 一样放在我们 我是放桌面上 我的范例是放这里 里面的问题一 那我的资料库名称 我也用一样好了 问题一 问题一 这个 然后看你的版本要哪一个 我们用2007的版本 如果你要相容于旧的 你可以用2003的格式 不过它的副档名就是.mdb 我们用2007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再按个建立 这个按建立一定 这个地方一定要按建立 因为之前同学也忘了按建立 建立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一个新的资料库 再来的话要把资料放进来的话 再来就建立什么 建立这个资料 这个就是那个资料 资料表设计 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点这边 分别把栏位输入上去 那因为我们总共有几个栏位呢 这边有 有五个栏位 一二三四五六个栏位 多一个编号 所以把这六个栏位的名称 分别打上去 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这上面的名称 上面的名称 那不过我印象中 好像这个Ctrl-C 贴上去的名称会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要过滤 你可以用记事本贴上去 再贴回去好像就 就不会有问题 那分别的话呢 把这些名称呢 放到SS上面去 这边的话我们就是 我先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分别就是编号 Ctrl-X 看这样会不会 然后 少了一个 编 编号 然后再来就品名 那这个 再来就是单价数量 小记 好 再地区 那编号的部分的话 我们用数字就好了 然后再来品名的话 是文字 单价也是数字 数量也是数字 然后小记的话 也是数字 然后地区是文字 然后看需不需要 如果说没有小数点的话 都用长整数就好了 如果有小数点的话 再把它改为什么呢 双精准数会比较好 OK 那最后的话呢 就把这个地方 把它做一个Safe 把它关闭 然后或者是 这边有个Safe Safe名称的话 也叫 叫什么 还叫问题 OK 好 这个名称 他说也不能复制贴上 这个新版的 他真的 所以这边 要重key 这很奇怪 旧版不会这样子 他现在新版的 就是不让你用复制贴上 他避免错误 避免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重key一下 应该就OK了 好 那储存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一个 这个资料库 名称叫问题一 资料表也叫问题一 到时候可以把资料放进来 OK啦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转发 下午 中饭